第一位由玉兰表示玩具枪改造是造成治安败坏的大问题 根据警政署统计107年到111年间 查获非法枪支的数量是稳定下滑的 但根据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非但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逐渐增加 近期非法枪支及改造枪对于诸多犯罪类型结合 让警察疲于奔命 严重更威胁国内治安 根据他的警政统计周报 国内的持枪刑案非但没有减少 在109年之后反而逐渐增加 那近期非法枪支跟改造枪 更与诸多犯罪类型结合 让警察疲于奔命 更严重威胁国内治安 而警政署的统计之中 查过由模拟枪改造的非法枪支已经在哪 大概是六成 模拟枪不是玩具枪 我这一次所带来的不管是长枪或者是手枪都是台湾厂商做的玩具枪 是供出口只供外销使用 因为根据统计世界的玩具枪之中 冰凶战围 此时此刻正有美国的军火商人在台湾想要卖给我们二流三流或无入流的武器 但是我们其实是有很好的很好的这些玩具枪业者 也可以来协助比如说进行全民国防全民国防教育 过去黑枪也好红枪也好 其实要进口进来非常不容易 改造枪支1310块就可以买得到 弹壳2800块都可以买得到 3600块也可以买到这样子的东西 而且还有售后服务 所以这个是造成人民生于恐慌当中的状态 民进党政府不用心不上心 只会在第一现场批评 今年二月份中正大学有针对于治安包括司法 有做一份民调 国人对于警察维护治安到目前为止有73.1的满意度 但是对于国家的整体治安满意度 从过去2019年的66.5%下降到今年二月份只剩下39.6% 这个就是现在国人对于治安败坏整体有忧虑忧心的状况 由玉兰指出政府应针对非法枪支子弹及非法改造业者加强查气 不能任由非法改造业者及枪支在国内流窜 对国内玩具枪业者应积极的管理辅导代替禁止 记者温君台北报道 感谢您宝 common利勢 欢迎订阅